最近生活作息很正常 可是却开始容易感到疲累 想睡觉 无时无刻都觉得好累 难道我是感冒了吗 荷尔蒙改变 妈妈别担心 这是因为怀孕让荷尔蒙改变 使妈妈的体温略为上升 但仍不到发烧的程度 全身引起倦怠 疲劳的现象 因为症状看起来像是感冒 让不少妈妈会担心是不是感冒了 这样子的情形到了怀孕中期会改善 当然如果妈妈感到不舒服 而且体温超过37.5摄氏度 要赶快就诊 同时也要让医师知道您怀孕哦 维生素B群的摄取 妈妈如果平常吃比较多精致食物 或是三餐以淀粉为主 这样的饮食形态 容易导致维生素B群摄取不足 甚至消耗过度 因此容易感到疲累 维生素B群可以协助体内能量代谢 让人更有精神 建议妈妈可以透过挑选 富含维生B群的食物 例如牛奶 肉类 跟颧骨类等 或在专业医护人员建议下 使用维生素B群补给品 来改善疲倦 保持正常作息 妈妈应该保持 每日充足睡眠 作息正常 累的时候 可以小些片刻 但不要睡太久 免得到了晚上 又会睡不住